這是旅然記憶中的 山林溪松茸岩瀑布 充沛的水量滑啦滑啦 遊客沐浴在滿滿的水氣 和負離子之中 但如今卻變這樣 巨曝磅礡的氣勢已不復健 只剩鵌鵌細流 驚喜相比之下 水量水流跟負離子的含量 天差地遠 從來沒有看到這樣那麼小 真的喔 跟家裡面的自來水那種感覺很像 有覺得差很多嗎 差了一百倍 中南部地區雨水稀缺 汗上難解 松茸岩瀑布也因為沒水 被遊客戲稱 像是尿尿小童 一二十年來 從來不曾見過那麼少的 那麼小的水量 整個水潭下降了 將近四十公分左右 同樣是在南投 日月潭也下潭低水位 不少釣客利用時機前往釣魚 想趁機移除外來魚種 另外嘉義的水樣森林 水外也明顯降低 還有山友投訴 未流動的水潭就像一潭死水 加上登山客亂丟垃圾造成污染 髒亂的程度 甚至比夜市還不如 但目前領館處已經巡視清理 也呼籲登山客要保有公德心 共同維護自然環境 九中部綜合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